元旦廉假第一天 一名业性民众为了想就地重游 驾驶的车子从台北出发 到花莲和人地区时 将车辆开上了和人海滩 玩完后想要回家 述不知车辆轮胎已经深陷在沙滩之中 无法动弹 眼见天色越来越黑 气温也跟着骤降 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 只好打电话报警求援 黑暗中脱掉车使尽全力往前开 后方绳子牵动着一台休旅车 拉了老半天 四个轮胎依旧陷入在泥沙中 寸步难行动弹不得 脱掉人员调整角度 再次加强马达 努力往前冲 这次终于把这台小客车拯救出来 原来这辆小客车的主人夜姓男子 元旦廉假第一天 开车从台北到花莲湾 晚上六点行进花莲和人地区时 回想多年前曾开车进入和人海滩游玩 路过时想回旧地重游 没想到准备开车回家时 车轮却居然陷入沙滩中 怎么开都开不出来 移动也不动 眼看天色越来越黑 底盘几乎全部陷入沙滩之中 也行驾驶只好报警处理 开车四轮轮胎 与升陷沙滩 以人力的力量不足以能够推动 该车辆到道路上 反下去沿线有多处注明 海滩美景 呼吁民众除了新长 苏花公路沿线海滩美景外 切勿贸然死路海滩 警方协同脱掉业者抵达现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停业性驾驶 解除这场沙滩危机 也呼吁民众 台湾东部海滩砂石松散 不适合开小客车进入 也不要离海线太近 以免发生危险 记者庄西元花莲综合报道